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时候 吻压器、蜡烛和手电筒 是中国的家庭 应对当时电力供应不足的三大法宝 90后的年轻人几乎就没有再见过这些东西了 不过就在最近 中国又开始大量出现缺电限电的情况 有不少网友吐槽 感觉这两天像是在朝鲜生活 到时间还要关电 那么可能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感到很奇怪 缺电现象近几十年来 中国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一个国家运作的原理 顺便来解释一下 中国目前缺电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大家知道在传统社会当中 是一种简单的分工协作 基本上呢 一个国家、一个村都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那么现代社会人的需求和复杂程度越来越高 就要求具有更加复杂的分工协作 当然也就离不开各地各国相互之间的贸易 那么确保一个国家发电的能源 比如说煤呀、天然气呀 一般会通过自我开采、贸易进口 这一过程当中也离不开运输物流等等各种环节 另外一定也会有需要应对特殊情况的紧急储备 以应对突发的供需关系变化和突发的自然灾害 当然任何相关国家命脉的电力能源 它都会有应急的预案 咱们来看看中国政府目前给出的理由 第一条是由于拉尼那气象导致天气太冷了 增加了用电负荷 整个北半球只有中国突然变冷了吗? 南朝鲜、北朝鲜、俄罗斯 他们有没有遇到限电的情况呢? 另外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 中国南方发生了重大的雪灾 那一年气温骤降的情况要远比今年更加的严重 08年的时候曾经有发生过大规模限电的情况吗? 似乎并没有 所以这个理由明显的说不通 第二点说水力发电水库的水位下降 难道往年冬天的水库水位还会上涨吗? 当然是夏天雨季水位上涨 冬季水位下降了 这是自然规律 政府是第一天知道吗? 那么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今年的疫情 第四季度贸易复苏 还有年底国外订单导致工厂用电需求突然增大 在10月到11月期间 贸易出口总量陡然增长了21% 但是稍微的往前看一看 几乎每年的同一时期都有上述的这个因素 在2016年的年底到2017年的年初 上涨的幅度远远的超过了现在 2017年年底到2018年年底的大幅上涨同样如此 那么这两年大家有听说过限电了吗? 而且重要的是今年并没有达到历史的最高峰 这些拼了老命帮政府推卸责任的网站所给出的理由啊 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 就感觉好像平时我们双十一的时候啊 那个促销手段 比如说同样商品啊 他平时卖一千元 那么在双十一前夕的时候啊 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它调整到三千元 到双十一当天打五折变成一千五 结果呢 商品的价格还比平时要高五百元 那么这种促销的手段 利用了就是民众对于价格信息获取的片面性 那么上述的解释呢 其实就是在利用民众和政府在获取信息全面程度的差异 利用这个差异来糊弄中国的老百姓 但凡是你稍微有一点脑子 站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就可以看清麦田圈的全貌 那么咱们再来说第四个理由 前几天解释的文章啊 说呢 目前煤炭供应不足啊 是因为国家响应环保的需求 我们要烧好煤 烧更加环保的煤 甚至啊 很多锅炉设备都也换成了那些烧优质煤的设备 所以他们会更加倾向于使用那些进口优质的煤炭 比如说像澳大利亚的 那么另外这篇文章中提到啊 说因为上头的命令 要禁止进口澳洲的煤炭 没有上面的点头 没有企业部门敢去购买澳洲的煤炭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为中国政府擦屁股洗地的文章 提供的这个书记图片 好像的确不会对中国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这个真正的原因啊 那为了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更加的简别化呢 方便大家去理解 我举一个例子 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有一款游戏叫Banished 中文翻译叫放逐之城 是一款以中世纪为背景的 城市模拟经营类游戏 游戏的开局有一群人 会被放逐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那么这款游戏的难度相当的高 第一次玩的话 如果你摸不清游戏的规则 开始基本上肯定会崩盘 不是饿死就是冻死 特别是到了游戏的后期 哪怕出现一点点的策略操作失误 也会导致不是饿死 就是冻死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游戏当中冻死的情况 和目前中国确定的情况啊 就非常的相似 那么这个游戏里的人呢 要通过获取木材来取冷 后期人多了以后啊 你也必须要烧煤 于是呢 玩家就必须要精准的控制人口发展 和柴火的这个供应量 当中期人口上升的时候 地图上开始资源不足了 就需要你建港口和贸易战 要提前设置好贸易 如果贸易出现问题 也会导致突然崩盘的结果 当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 或者恶劣气候特别冷 也会崩盘 大家听一下这些会导致崩盘的原因 是不是和中国政府 所解释的缺电的原因 非常类似呢 那么游戏啊 甚至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导致崩盘 比如说贸易港口的搬运 或者通往营地的运输出了问题 也会导致恶性循环 所以上述的每一个状况 作为游戏玩家都需要 预先去考虑到 并且有提前的预案 才可以保证这个游戏 平稳的进行下去 那么游戏的初期啊 人很少 可能只有几十个人 每个人干什么工作 你需要你手动的去调整 但是到游戏后期的时候啊 有一些游戏的达人 甚至可以管理七千人 甚至上万人 那么这个时候 你手动的去调节 每一个人已经不可能了 就要利用这个游戏当中的 一个自我平衡机制 那么有一次呢 我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啊 我临时改变了一下 已经平衡的规划 因为盖房子呢 特别慢 我就把在港口负责搬运的人 挪了一部分去盖房子 结果这个操作 导致贸易战的货物堆积在港口 原本送去炼钢的煤炭 被送去了居民的房子里 没有被及时的送去焦煤厂 那么煤炭不足的烧铁矿 导致这个铁厂停工了 那钢铁产量不足 又导致工具厂停工了 因为本来需要生产这些工具啊 送去码头 去换下一批船运来的煤炭 结果煤炭也没换到 原本平衡的游戏秩序啊 就被打乱了 发展到后面 导致居民都没有获得足够的燃料供暖 冻死了一大批 人口又大量减少 连锁反应 又导致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结果导致游戏的崩盘 那么引起这一系列混乱的导火索 就是我把港口卸货的那几个人 临时挪用了一下 把原本的秩序平衡给打乱了 那么这个游戏崩盘了 谁应该负责 是应该怪游戏突然变冷了 还是应该怪能源的需求量 突然增大了呢 因为这些都是我考虑的范围 说到底 这些都是玩家的责任 我事先就了解这个游戏的规则 那么我的职能 是不是就相当于 这个政府的统筹的职能 那么突然变冷了 什么能源突然增大了 什么贸易出问题了 所谓的这些都只不过是借口 因为这些可能性 都是应该事先考虑进去的 比如说政府要建一个三峡大坝 设计之初 他一定会考虑到 如果我遇到十年一次的洪水 怎么处置 我遇到百年一次的洪水 怎么处置 不可能说三峡大坝建了以后 我们因为遇到了十年不遇 或者百年不遇的洪灾 所以这个大坝塌了 和政府没有关系 这是什么逻辑 大家能明白吧 再说你中国政府 今天可不是第一天上任了 中国现在的社会上 有不少像张维为这一类的学者 经常会说 我们中国选举选拔制度 优于西方的民主制度 比如说七个常委 至少都是当过省长 省委书记 管理过两亿人以上 具有这种程度的工作经验 顺带着呢 会嘲笑美国选出来的一些总统 都是什么演员呢 房地产老板呢 都是业余的人出来当总统 所以管理国家 这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 那么中共管理家的这个国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 上述的这些事情 什么天冷了 水位下降了 这么一堆理由 请问哪一年没有经历过 中国处在这个经济爆发式成长的阶段 哪一年的贸易量 不增长个百分之几十 所以上述给出的理由太牵强了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 目前最奇怪的问题 不是说什么缺点不缺点 而是发生了缺点这类事情以后 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主动的出来承担责任 找出管理方面的这个真正的原因 也没有哪一家媒体去披露政府的责任 只有大量的媒体 争先恐后的帮着政府去洗脱责任 先不说去制裁澳大利亚 到底是不是去牺牲民生 达到政治目的 咱们先不说这些 咱们就看有些洗地的文章所说的那些话 他说限电不一定是坏事 说明我国的经济复苏是非常好的 我看了这句话我都想骂人 你知道为什么 我用一个同样的格式来说另外一件事情 家里的孩子饿肚子不一定是坏事哦 是说明你可能要二次发育了 所以爸爸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 这个不重要也不要提提 大家觉得如果有家长说这样的话 你觉得正常吗 其实原因就是在于 不管是制裁澳大利亚也好 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 突然有人为破坏平衡的决策出现 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进口煤炭 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索 事实上火电站已经升级成了烧澳洲煤的设备 但上途突然下命令 发电厂没有人敢买澳大利亚的煤炭了 很有可能就导致我上述游戏当中 所提到这么一个连锁反应 临时的问题解决不了 就只好拆东墙补西墙 导致原本供需运输的平衡关系 被打乱陷入混乱 为了再更好的帮助大家理解 我再举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把中国目前缺点的状况 比喻成南原中医的甲板 南原中医是日本二战时候 第一舰队的总司令 那么在二战中途岛海战的时候 他作为总指挥官来负责攻打中途岛 那么因为是去偷袭 担心说美军有可能来增援 他就把航空母船的飞机 先派出去一半去轰炸这个中途岛 装载的都是对地攻击用的高爆弹 那么甲板上另一半待命的飞机 挂的是打击水面舰船的穿甲弹和鱼雷 那么为了时刻保持警惕 这个南原中医派出了七架侦察机 去看一下附近的海域到底会不会出现美军的航空母舰 这七架侦察机当中有六架很正常的起飞去侦察了 其中有一架呢 由于故障耽误了三十分钟 那么这六架侦察机回来就报告说 没有发现什么航空母舰 南原中医就觉得反正美国的航空啊 我估计也是不可能出现了 在偷袭珍珠港之后啊 美国的约克证号还在修美军不可能出来 我还带什么命啊 干脆让另一半带命的飞机也换上对地攻击的高爆弹 全部去轰炸中途岛早点打完早点下班回去上卡拉OK 那么甲板上的飞机呢开始换弹 刚换了一半 刚才那架耽误了三十分钟起飞的侦察机报告说 好像是看到了美军的舰船 但是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航母 还是普通的巡洋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南原中医的甲板上面可以说是七零八落 于是呢 南原中医就下令暂停甲板上一切行动 再让这架侦察机确定到底有没有美军的航空母舰 结果侦察机传来了消息说确定有航母 好死不死 等待这个侦察机确认了什么 一来一回又耽搁了一段时间 刚才另一半飞去轰炸中途岛的飞机 这个时候回来了 基本上燃油耗尽了 需要腾出甲板来马上降落 那么这耽搁了短短几分钟 让日本航母的秩序完完全全被打乱了 结果后面的结果啊 大家都能预想到 美军的飞机很快就清朝出动飞过来了 大家想象一下当时日军航空母舰上那个混乱的状态 有换弹药换了一半的堆在甲板上的弹药 有已经降到甲板下面的飞机 还有刚刚降落收回来要加油的飞机 甲板上可以说是一片狼藉 各种鱼雷高爆弹各种炸弹 全部堆在甲板上面 被美军俯冲轰炸机的一颗炮弹击中 就通通的爆销了 那么中国确定的情况 就好像南原中医的甲板 一片狼藉 其实什么都不缺 只是单纯原本的作战计划被打乱了 大家就都不知所措了 指挥官呢 又婆婆妈妈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导致了这么一个被动的结局 那么中途岛日军大败的结局 我们都知道 日本政府的做法和中国政府 又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处 日本政府开始严密的封锁消息 各种洗地 我们在中途岛大败美军 为了不让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回国 把参加中途岛海战的这些官兵 全部派去南太平洋 当驻岛守军 不得回国 也不得和家人联系 不得和家人写信 所有这些国家失败的决策 通通由这些可怜的 底层卖命的官兵来承担 所以我不知道 我说的意思 大家听懂了没有 打击澳大利亚 是上头一拍脑门 下了一个决策 下面的人不知所措 导致国内的秩序被打乱 随后造成了恶劣的结果 又封锁消息 推脱责任 而恶劣呢 又由中国的老百姓去承担